我是海妈 这个视频是教大家秋季千叉月季的视频 其实月季的千叉呀 最容易成获的季节在两个季节 一是四月末五月初 二是九月末十月初也就差不多这个季节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 挑选一条插顺 这个果汁阳台为例 首先我们要观察 这一条汁是不是刚刚好 请看它已经在萌芽了 千叉是应该先长根后发芽 先发芽几乎不长根 要这个样子 这一节就是可以的 像这样的嫩枝 就没有木质化程度 切开来看这个面就看得出来 这个嫩皮要硬得多 这个要软得多 这个千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打烟 所以我们要挑选一条 不老不嫩刚刚具有生命的动力 千万不要用芒枝扦插 本来它都不开花 你用它来生娃娃 万一生出的娃娃也不开花 不仅要找开花的 还要找它的特别标准的那一只 扦插用的剪刀要放到酒精灯上烧一烧 因为要保证这个切口是干净的 黑斑有一病就会顺着这个切口感染 也会导致黑感 第一堆叶芽下来的 这一堆叶子是肯定不要的 因为这个位置就算生根也没有生长点 它不会蒙芽出来 剪了扔掉 选择三个芽点 一二三 三片叶子就是三个芽点 斜口 像这个叶子过多也容易干枯 修剪留一点点叶子 但是又不可以把叶子去光 因为叶子要留着光和作用 吸收叶面肥和营养 可可的治疗得到之后呢 即刻把它泡入到杀菌剂中 泡15分钟你可以用露蜡绳 让所有的里面的组织吸饱水并消毒 然后再勤扦 那用通用型的配方土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泡过药水的这个枝条 扦扦进来 这个动作就这么简单 扦扦好了之后啊 要用很细像连蓬头一样的水 给它浇透 像现在这个季节的话 生根约是15天到一个月左右 你不要每天去拔一次啊 那需要一个有光照且避雨的小环境 一定不可以持续的让它每天浇水 管它那么多每天浇水 干湿交替长得最快 一味的干它会叶子会黄化 一味的湿会从底部往上面黑杆 现在开始扦插 大概就是11月初 就可以进行一个移栽 那这个移栽的话 那首先要做一个工作呢 就是练苗 把它傍晚的时候搬到室外去 让它逐步适应室外的日照和温差 使它的叶片变厚 那练苗一个星期左右 用一个14公分的小花盆 假执好放在全日照环境 自然生长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过程太繁忙了 直接干脆买一个线条的 我当然不会拒绝了 观众还要陪你做吗 拜拜